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飛俠 今天想說關於轉會槍的事 兵列會專注於那三隊東岸的巨頭 正如Nabon Dream所說, 因為他們沒有了我 所以他們覺得今年有機會 我就不停的補強了 我會說哪幾隊呢? 就是Raptors, 速龍, 蜘蛛結白雙, 攻陸, 以及 76 人 其實還有一個巨頭, Boston, Celtics 為什麼他沒有什麼動作呢? 因為可能等於 AD, AD 去不了 Lakers 可能大家覺得多了些機會 所以他就留下籌碼 可能貴美用就不現在用了 因為現在只剩下二十多三十場球 轉得來是否這麼容易配合呢? 可能他有這方面的考慮 所以他就沒有做任何動作 我們首先看看Raptors 的轉會 做了些什麼 為甚麼都換了 Gassel Gassel 是一個什麼類型的球員呢? 本身是一個比較3D類型的中鋒 本身可以射三分 內線能力都頗高 其實防守不錯, 又不是超級出色的 但是, 作為一個本身 Toronto 是一個防守很強的球隊來說 其實他的加盟 可能令整隊球的空間更好 也有一個幫助來的 你看看原本組成的人 O.G. Enobe 已經是運動力很強的人 Danny Green 三分 再加防守能力很高 Ibaka 也有防守見稱 而他還會射三分 Wide Lantern 不用說 MVP 級的球員 本身也是有頭有射 是有頭有射 是靠近一點的 卡羅里 就是assist leader 其實就算其他後備 Loman Power Fred Van Vieter 本身都是一個得分能力很強的球員 其實他們組成 Pascal、Sam Kim 其實有些時間不少 現在最後一擊也是他們 所以他們的防守和進攻的 球隊的深度都很高 加上Toronto Aptos 是一個比較有戰術型的東韓球隊 雖然有時都是普通單檔 其實你看到他拉空位 兩邊底線 射三分、零角度三分 各方面 中間的戰術變化 是相對比較多 不是說野野拿著球 單爆 或是Yannis 野野拿著球 單爆 純運動能力 不是 但是 他本身運動能力的球員有 再加上不是單爆 再加上他教練 經常都輪換 每個10場 就有五場 不見了一個 Ylander 教練不少也不見了Karl Lowy 我也不知道他如何避開NBA 這款 他不傷都可以不出 這一點 可以證明教練對季後賽的部署有 可能跟其他隊伍有點不同 這方面 比較深謀軟 當然 Raptors 的戰績 即使去年都安排隊一 但 他也 去到 比 Klavlaris 橫掃了 但 今年真的沒有立方 James 所以這一點 可能會令他走完一步 我們看完這個 Raptors 再看看第二隊 再看看攻陸 Bucks 本身 Bucks 靠神運動能力見稱 其實 有時候看比賽內容 有時候真的悶到抽筋 為甚麼 你會看到Yannis 衝過去 又 自己男弟拿完男板 衝過去 男弟轉身入爭 然後 不斷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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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位轉身又入爭 但 其實 有時候 不過 現在的成績是第一 因為 本身 他的球隊 都是由一堆 超強運動能力的球員組成 例如 例如 你可能會看到 本身的球員 有甚麼呢 這個 Bendorf Brun 也是運動能力見稱的球員 Middleton 今年入選明星賽 本身是一個很強的3D球員 中方 Lopez 其實一直打得不錯 不過 一年大一點 慢一點 他今年 最重要的 收購是甚麼呢 他入了 Merotic 他在堂屋打得超瘋 去年季後賽 一個人 一個人 頂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 是打了AD 還是打了他 那一刻 曾經懷疑 本身是一個很全面 技術很全面的球員 有三分內線 內線能力也挺高 防守正常 而且他本身不是橫衝直撞的球員 相對於弓鹿本身的打法 是沒有甚麼戰術 加上一個不是橫衝直撞的球員 其實對球隊的戰術上的變化 在節奏上的方面 可能會控制得好些 其實我現在有時看弓鹿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 常常都是 衝來衝去 其實有時都不知道他想做甚麼 不過他真的 有時就是這樣 打常規賽 你衝來衝去 是否代表就贏不了球 又不是 但是季後賽一隊球 對成五場至七場 就是甚麼都被人看通了 你這樣衝發 所以 以這樣的打法 其實季後賽 我不是很樂觀的 對弓鹿 尤其是一成績第一 因為這種打法 從來季後賽都不太合適 如果合適的話 最強的那對Phoenix Sun才贏了 是否純粹 是否純粹 所以 既然 既然 在沒有戰績的環境下 可不可以贏 比賽 我真的很懷疑 不過 例如 George Hill 和 Melodic 都是一些比較穩定的球員 所以 其實 對球都會有幫助 不過 我對他們的歸號賽 已經 相對沒有 Raptist 那麼樂觀 個人都會看好Raptist 多個看好Bucks 還有第三對 這對 我反而覺得 真的 做得挺厲害的 這個76 76 其實 靜靜地做了 除了 其實 很多人就會看到 只有 只買 Harris 33 保姨Harris 在快艇 德芬王 今年 暫時 主力 組成四巨頭 Jimmy Butler MB 以及Ben Seaman 組成四巨頭 但是 其實 他們這幾個人 本身 都是一些很 Athletic 的球員 有些組織 防守益 都不錯 但是 其實 我發覺靜靜地做的動作 令對球賽很強 為什麼這麼說 其實 James & Arnestford 其實 今年的火箭 最初 都是打仙法 因為 防守也不錯 加上 本身 還要加上 神塔 你想想 五下這個神塔 其實 站起來都打了 對不對 根本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會這麼好禮 快艇 一送送兩個 過來 JJ Reddick 純射手 最近的場合 得分身高 34分 你可以知道 其實 一些神射手 或四個 明星級別的球員 你會覺得 JJ Reddick 空間大了很多 亦反映到 對球的進化 還有一些偷雞 因為 你看到 14號 Jonathan Siemens 其實 Siemens 本身 在馬子 其實大家都打過 不錯 好球 Magic 都不錯 為什麼他會換了 過來 我也覺得很奇怪 還有換走 八支枯 其實他也沒什麼用 換到 可以用的 過來 真是 偷笑 加上 現在最大的 變數 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Ben Siemens 其實 Ben Siemens 投射這麼差 他會被人放射多久 他的情況 就好像有點像 誰 像Dremont Green 究竟 控球後 在外面被人放射 有什麼 感覺 真的 要嚴格一下 為什麼他不趕著自己射球 呢 作為一個 明星級的球員 其實射好一點就可以了 其實 這就是他們的隱憂 如果 JJ Reddick 後備 T.J. McClellan 都很能打 可以 不是看表現 阿馬 Johnson 都是可以打的球員 你想想想 這個 Curri Brilla 弄得 Harden 上次發生 爛爪 你想想 男仔型的球員 有 明星級的球員 有幾個 再加上 後備 都是一些 很有 技術型的球員 好看 之後 究竟 76 打什麼 70浪人的 高低位 戰術 其實跟 近日相似 哪個呢 有時會像 John Stockton 和 阿隆 會很爆笑 90年代的球員 因為 MB 和Ben Seaman 這麼高 打高 效果 是 挺有趣 因為 MB 打到外面 然後 因為 中鋒 射三分 Ben Seaman 沒有三分 所以他的高低位 倒轉打 而且 新派 就像 KD 和 Steph Curry 高打高 是挺特別的 加上 有外圍射手 還有 Jimmy Butler 本身 都是一些 Clutch Time 球員 其實 每次臨到尾 搞不定 就是靠他射三分 打最後一擊 心理質素 好些 Harris 剛剛加盟第一場 表現都不錯 只要看精華 都會覺得 打得不錯 所以 76 和Raptors 我會覺得 MING 是真的 好 我想 和波士頓 我覺得這兩隊 可能會高 比波士頓 少少 可能兩隊各四成機會 是東岸冠軍 可能波士頓 只剩下兩成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因為波士頓 本身內孔也蠻多 所以 我就不太看好 而且 經常有人跟你說 轉換 LALICUS 那些人 弄得多慘 就知道 所以 再研究更多 MBA 的消息 可以 歡迎留言 在下面 和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